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十九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节 第十六节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 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十七节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戒命 他说 什么戒命 耶稣说 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奸人 不可偷渡 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二十节 那少年人说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说 你若愿意作完全人 可以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级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人听见者说 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财产很多 那这一段经文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这一段经文我们都很清楚 就是有一个年轻的财主 就是一个年轻的财主 跑来问耶稣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来问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说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 他说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 可见他平常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我见他平常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也在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都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 要怎么做才得到永生 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永生? 一个人能够思考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但是后来耶稣问了几个问题以后 但后来最初问了几个问题之后 他才没有办法真的做到底 他没有办法做到底 其实这个怎么做得永生是人生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要想进入神的国度得救就很困难了 要想入到神的国度得救就很困难了 我们可以从他跟主义彼此之间的对话 我们可以从他跟主义彼此之间的对话 我们来认识这位少年的才主 我们认识这位少年的才主 那首先我们看到 他是认得绝书的一个人 他是认得绝书的一个人 那我们看这个十六节 他来见耶稣 他来见耶稣 然后问怎么样做什么善事才能永生 那绝书也很好奇地问他 绝书都很好奇地问他 这个世界没有良善的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良善的人 只有一位 只有一个 就是天上的那位主 就是天上的那位主 你如果想要进入永生 如果你想进入永生 然后绝书就给他一个门路 然后绝书就给他一个门路 所以十七节后面一句话这样讲 所以十七节后面一句话这样讲 我就要守见命 那十八节他回答了 十八节他回答 他就问说这些我都守了 他就说这些我都有守 我们看到绝书他有非常重视诫命 我都见到绝书很重视革命 这个革命是面对所有神的全民是一样的 这个革命面对所有神的选民都一样的 面对神的独救的人是一样的 面对想要得救的人都是一样的 面对想要得救的人都是一样的 但我见到绝书的革命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高兴 我也都觉得很高兴 好好的因为神的角度 还有没有分皮肤的颜色 因为有些人长得非常黑 因为有些人生得非常黑 有些人黑到会发光 有些人黑到会发光 但是他们的祷告的精神没有输给我们 但他们的祷告的精神没有输给我们 我看到有些太太帮小孩祷告也是这么大的震动 那些太太保住孩子也是这么大的震动 我没有小孩都可以追着孩子跑 那些祷告不可能 我们有小朋友的会追着小朋友走 很难祈祷 他们不是的 他们不是的 五六十个人祈祷的时候声音很大 我很喜欢祷告 很喜欢祈祷 好像进会堂不是在会堂聊天 在会堂不是在会堂里 那会堂不是神的怕 会堂是神的怕 一进来就大声叫我 最后不太好 一进来就大声讲话 一进来就清彩了 他一进来就很静的 有些刚才会堂在会堂里脱鞋子 我觉得很麻烦 他来到会堂要脱鞋 我觉得很麻烦 他一进来就很静静的 他一进来会堂就很静的 他们就不止祷告 就过来到祷告 虽然皮肤黑黑 虽然皮肤是黑色的 但是他的心对神非常诚实 但是他的心对神是很诚实的 所以祷告暗所很容易得到圣灵 所以祷告神很容易得到圣灵 很虔诚 你长得很白 你不虔诚 你祷告神也不听 你的祷告神也不听 所以重点在神的国度里面 不管你是任何人 你有钱你没有钱 你有读书 你是哪一种民族 你是哪一种民族 在神的国度里面 神用家命对待任何一个人 所以这个年轻的财主 耶稣首先就对祂说你要守戒命 然后十八节他就回答 第十八节他就回答 这些我都守了 然后 主耶稣此九节又守 然后主耶稣第十九节 当校庭父母爱人留级 二十节少年才主耶稣 我都守了 还介绍什么呢 二十节 主耶稣说我都有守了 还缺失什么呢 二十一节 既然主耶稣知道 他有守道理是经为神的人 既然主耶稣知道 他有守道理是经为神的人 但是主耶稣进一步告诉他 你要追求做完全人 你要追求做完全人 你守道理是不够 你守道理都不够的 你还要进一步做完全人 你要进一步做完全人 那如果做完全人 就是要变卖所有的穷人 要做完全人 就要变卖所有的穷人 这是第一个主耶稣问的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主耶稣第一个问的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今天所谓的不犯罪的人也多 我们今天守道理不犯罪的人也多 但是要进入到做完全人少 但要进入到做完全人的很少 很少 聚会的时间去哪里 教会需要做神功又去哪里 所以按照绝书的要求标准 要做完全人真的要用心一点 所以按照绝书的要求 要做完全人要用心一点 神的标准 既以他的百姓是有一个要求的 神的标准对他的百姓是一个要求 不能进天国这么容易吗 不懂得捨去 不懂得做安排 不懂得捨弃 不懂得做安排 要得救是不容易的 要得救就不容易了 因为你看中的是什么事 你实际管理是怎么安排的 这个时间观念是怎样的 这个跟我们的智慧聪明有关系 这个跟我们的智慧聪明有关系 跟我们对神的用心也有关系 跟我们对神的用心也有关系 那这里说变卖所有 其实并不是说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变卖掉 意思不是说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卖掉 你变卖掉那你做什么 你变卖之后你怎么生活 你怎么生活 其实这里就是强调的 就是要建立一个爱心的生活 你虽然有财富 但是你没有爱心 但你没有爱心 这不是神样 这个并不是神所要的 你不能够完全 这样还不够完全 你讲话没有爱心 做事行为没有爱心 你做事行为没有爱心 你不能见证主 你没有办法为主花光 你没有办法为主花光 这就是不完全 这个就是不完全 我们可以想想看 在很多时候 我们所了解的其实很有限 我们想了解其实很有限 比如说我们在香港 用来我们可以生活下去 我们认为可以继续生活下去 但是你到其他国家也不见得 你到更进步的国家也不见得 你到更进步的国家也不见得 你到更进步的国家 你到更进步的国家 你可能也不习惯 你到落后的国家也不习惯 所以人不是万努 是人并不是万努 你都要有他特殊的学识 一定要有他特殊的学习 但要进入主的永生国度里面 要进入主的永生国度里面 就是要追求完全 主耶稣跟他讲 主耶稣告诉他第二个问题 主耶稣告诉他第二个问题 我们看二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 最后你还要来跟从我 最后你还要来跟从我 结果这个少年的采取 结果这个少年的采取 他没有办法跟从主耶稣 他没有办法跟从主耶稣 二十二节这里说 听见主耶稣讲这个话 听见主耶稣讲这个话 心里悠悠躁躁地离开了 原因是他的产业 世上的产业太多了 原因是他世上的产业太多了 所以这个产业就不能阻碍他 跟主耶稣跟从的关系 所以这个产业就阻碍了他 跟从主耶稣 今天为什么我们的信心 没有办法花起来 你要想一想 到底我跟从中间有什么产业影响 我跟主之间 究竟中间有什么产业 所爱我的不够吗 主我我不够吗 主的恩典给我不够吗 主的恩典给我不够吗 为什么我用力的这些事情 没有办法突破呢 为什么我所忧虑的这些事情 没有办法突破呢 如果走不出来 如果你走不出来 那就像这个年轻的采取一样 走似这个年轻的采取一样 幽幽愁愁愁的离开主 他寻求永生 他只走到一旦 只走到一旦 他只走到一旦 他只走到一旦 但是主耶稣说 你要建立爱心的生活的时候 但当主耶稣说 你要建立爱心的生活的时候 主耶稣说 你要立志跟从我的时候 主耶稣说 你要立志跟从我的时候 他的脚就走不出去了 他的脚就走不出去了 很可惜 很可惜 我们今天要得救 我们今天要得救 是从信主的那一天起 一直要走到主的怀抱里面 一直要进到主的怀抱里面 一直要进到主为我们预备的天价 一直要进到主为我们预备的天价 在这个中间是不能懒惰的 在中间是不能懒惰的 要常常提醒自己 要经常提醒自己 要走完这一条独旧的信用道路 才能够得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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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 却需指导这个年轻的财主 最收拾到这个年轻的财主 没有想到他没办法做完 我想过能够能够得到永生 那就非常可惜 我们也根据这一段 来提出四点 来看看要怎么承受永生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努力 走到永生的角度里面 在我们活着的短暂永生里头 我们能够留下永恒的 有价值的这种事情 就是能够得救 那我们首先来谈 我们请看 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 主书说你若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诫命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你想要得到永生 就要遵守神的诫命 就要遵守神的诫命 在提摩特后书三章十六节 在提摩特后书三章十六节 那你只能谈得 我们这样讲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一起看一下 三章十六节 提摩特后书三章十六节 提摩特后书三章十六节 第三章十六节 十六节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圣经都是神所谋事的话 圣经都是神所谋事的说话 这个末世也是一种灵里面的感动启示 这种物事是另一种感动启示 不管是在教训圈面也好 无论在家分圈面为好 都是都有教导我们要学神国的事 大家对我们要学神国的事 十七节说教属神的人 十七节说教属神的人 十七节说教属神的 十七节你为我教教 就是你和我和大家 已经教属神救恩使礼的人 才渐渐得以完全 预备做主的工作 我们再来看十四节 十四节这里说 十四节这里说 保罗对提摩太这么讲 你所学习的道理 所确信的道理 要存在心里 你要知道是跟谁学的 你要知道是跟谁学的 如果第二章里面 我们看到 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 他是 在第一章里面 他是跟他妈妈外祖母学的 第一章里面 他说到他跟他妈妈 和外祖母学的 他出来服侍主 是跟保罗学的 他出来服侍主 是跟保罗学习的 所以十五节 他肯定说 你从小就是明白圣经的人 所以十五节 我肯定说 他从小明白圣经的人 圣经的话 会让我们音信 基督耶稣 要有得救的智慧 这个圣经的说话 能够令我们 音信耶稣基督 有得救的智慧 所以遵守神的证明 所以遵守神的解力 会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能够令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讲话就会说造就人的话 讲话会讲造就人的说话 就是为人就会为主发光 行事为人会为主发光 不单单是这样 不单单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这个 生命记的第一章 我们再看生命记的第六章 生命记的二十八章 生命记第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的第一节 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一节 第二十八章第一节 你若留意听从谣华 你神的话 紧守遵行他的一切解明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你若听从谣华 你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你在成女必蒙福 你在田间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身足所下的 以及牛肚 羊膏 都必蒙福 你的框子 你的砖面盆 都必蒙福 地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受识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 一节到六节里面 在一节到第六节里面 特别把 遵守神建议的 蒙福的条件就说了 特别把遵守神 道理蒙福的条件说出来 这里是要留意听从神的话 你要讲到要留意 遵守神的事 要谨守遵循神一切的 诫命 要谨守遵恨 和一切的解明 然后就从你个人本身 从你个人本身 到你的家庭 从你的家庭 到你的事业 到你的事业 第六节里面说 你出你入都必蒙福 跟着说 你出你入都必蒙福 所以遵守神的证明 所以遵守神的证明 真的是你我大家的一种本分 是你我大家的一个本分 在神面前是一种 不服气的一种见证 是在神面前得到福气的一种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 有很多都非常用心认真 在神的道理上面的一种 学习遵守 我们见到有很多人 在神的道理上面 很认真地学习 十五节以下 十五节以下 谈到违背主命令的人 要受很多的困难在后 就讲到 有多违背神命令的人 要受到很多困苦在后 要遵守神的证明 其实就是神在西乃山之约 吩咐神的百姓要做的信仰课程 就是神在西乃山上面 吩咐百姓要守约的过程 直到今天我们的时代 直到今天我们的时代 我们也是被规范在这个里面 我们也是被规范在这个里面 要认真均守主的戒律 要认真均守主的戒律 神的话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神的说话并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旧约到十月经过很多年的时间 身约九约经过很多年的时间 但我们现在又是增加很多的时间 但我们现在也都有很多的时间 但神的话永远建立 神的话永远有功效 要遵守的人一定得到福气见证 遵守的人一定得到福气的见识 我们要从内心里面确实的 这样来相信接受 我们要从内心里面确实的相信 我们就不会偏离主的道 我们就不会偏离主的道 这是第一个坦德的 承受永生的认识 第二个 我们再回过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 马太福音的十九章 马太福音的十九章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刚刚我们读过 二十一节我们安裁有读过 这里当少女才主回答说 这些戒命我遵守了 当少女才主说这些戒命我都遵守了 然后他问我还遵守什么 我就问我还缺少什么 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这样问自己 我们有时候会这样问自己 尤其吃了很好的东西 有时是吃了很好的东西 看到街上有好东西 我好像还没吃这个 看到家上面有更加好的东西 我好像再吃了一下 我早晚再吃那些 但是吃多了又怕营养过剩 吃得太多了怕营养过剩 肚子太饱了 等下走路就麻烦了 吃得太饱了 吃得下路就很烦了 我们人会很多的欲望 我们人有很多的欲望 常常会问自己 我还缺少些什么呢 我已经存了500万港币 我英国潮复里面有500万港币 我看到比较有1000万 我看到人家有1000万 我还收500万 我还差人家500万 我还要继续努力拼个500万 我还要继续努力拼个500万 拼不完的了 都是拼不完的 拼得你的生命也拼不完的 拼完你的生命也拼不完的 所以主书说 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 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 你丧失了数年的生命 你丧失了数年的生命 没有用 那这个数年财主 一个数年财主 他什么都有 他什么都有 财富也很多 他有很多的财富 他说我遵守这路 他说我遵守革命 那主书说他缺少什么 主书还差什么呢 主书就针对他缺少的问题提出 主书是针对他缺少的问题提出 就告诉他 就告诉他 你要做完全人 你要做完全人 你关于所见 你只是手间 但是你很多属世的事情 还没有抛弃 但是你很多属世的事情 还没有抛弃 所以没有办法追求完全 所以无法追求完全 所以在这里 第二个承受永生的认识 所以这个第二个 承受永生的认识 要在道理上面 进一步的追求灵性的美好 要在道理上面 进一步追求灵性的美好 没有所道理了 没有所道理了 谢谢主 那你第二步要往上升 但你第二步要往上升 追求灵性的美好 要追求灵性的美好 我在神学院 台湾神学院讲课 我在台湾神学院广泛 我在好几个国家神学院讲课 在好几个国家神学院广泛 我常常会面对那些 将来要当传道的神学生 原本是那些将来要做全都的神学生 有主义 神第一个审判就是 站在台上 用台上讲到最多次的那些人 其实我们讲到有一个原则 我们讲到有一个原则 你白道理弄清楚 你要将道理搞清楚 你面对自己 你面对自己 你分享给大家 我不是用这个讲台当炮台去修理人 不是用港台做炮夺去修理人 你都没有注意 你被人不注意 讲台当炮台 那你前面要是后耶稣基督圣明讲到 之前你又说 你实在把耶稣 踩在脚下 你将诀书踩在脚底 不能这样的 不可以这样的 你再讲述神的话 你讲述神的说话 所以站台 站得最多次 讲最多的话 特别小心 所以来到港台 其他最多次的人 要特别小心 不要只吃果 而自己做不到 神要审判 神要审判 用真理来审判 所以每一次要准备到你以前 最早一点到教会 提早半小时祷告 最后是早半个钟头 你的教会祷告 在祷告里面 用神的话语去思考 想一想 通过便用神的说话 去思考来 免费自己 免费自己 分享给大家 不然将来神用真理审判 那会麻烦的 如果不是的话 神就用真理审判 你走吗 因为一个圣工人员 有一个圣工人员 他将近六十岁 他将近六十岁 他自己有一次 我们在闯到联书会的时候 他就会讲 有一次在传道之灵 收尾的时候 会这样讲 因为做圣工很久了 因为做圣工很久了 各方面都有经验 各方面都有经验 你会讲到 你都很深刻讲到 但是呢 但是 渐渐的就没有注意 用道理来灵修自己 就没有用力 动力来营收自己 因为做圣工很老练了 因为做圣工非常努力 讲话就不留意 没有灵修 各方面就没有留意到 没有灵修 一个晚上 他做了一个阅梦 他发了一个阅梦 目里面看见说 今天轮到他 到会堂里会 梦见 所以他就带着圣经赞美诗 他带着圣经赞美诗 到会堂的车门口 从那边进来 上台领会 在会堂的执盘 进入来 港台 不然天有一阵凉风 等于在天上有凉风 那个凉风一吹过来 那个凉风一吹过来 就好像亚当夏娃 在伊丁人里面 吃了三个果树上的果子 一阵凉风吹过来一样 走至阿当夏娃 在伊丁人里面 吃了禁果之后 有梦风吹过 那个梦风一吹过来才知道 错了违背了神的命令 梦风一吹过来才知道错了 违背了神的命令 梦风也吹到会堂的门口 梦风都吹到会堂的门口 结果这位领会着 结果这个领会的人 突然躲了一下 突然之间打烂阵了一下 衣服都不见了 衣服都不见了 圣经赞美诗也不见了 圣经赞美诗也不见了 做了神的工作 常常讲道有的 经常讲道不来 常教导人做什么 其实是家人家说要讲什么 这个时候圣经赞美诗 衣服都不见了 光着身体赞美诗也不见了 结果这个时候 圣经赞美诗也不见了 很多信徒在会堂里面 挤得满满要听到你 很多信徒在会堂里面 挤得满满要听到你 你注重灵修啊 都没有注重灵修 谁说我的脾气大 就代表神的意识 谁敢这样讲 但我脾气大 就代表神的意识 我后来真的很会卖 他后来真的很会骂人的 哇 这个时候 天大响雷声 的时候天大响雷声 雷电打下来 雷电都打到雷电 他好害怕 他好害怕 有声音就阻备他 有声音集备他 你如果再不注重灵修 如果你再不注重灵修 你不再用道理来 追求灵修美诗 你不再用道理追求灵修 我就要把你 撤去你的职份 我就要撤去你的职份 不要用你 不用你了 你不配做我的闻徒 你不配做我的闻徒 哇 他听到这样吓死了 他听到这句话 我做主的工作那么久 我做了神的工作 我后来不能得救 后来不能够得救 怎么可以呢 怎么可以呢 赶快醒过来 你讲话的声音 我会想旁边的太太 遥醒旁边的太太 人的一直打架 两个人一起打架 帮我打架 帮我讨过 我营修不好 我灵修不好 脾气大 我脾气大 我脾气大 我个性不好 做事不实在 做事不实在 向神痛哭悔改 从那个时候 他非常注重灵修 他非常注重灵修 后来神的能力 又连到他身上 后来神的能力 又连到他的身上 这个是一个障碑 他个人的体验 这个是一个 掌握他个人的体验 后来成为我们年轻人的魔幻 后来成为我们年轻人的魔幻 那就是说 有的人做事很潇洒 有的人做事很潇洒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的血型就是这样 我血型就是这样 我做能讲话就是这样 我讲实话就是这样 你信主耶稣都没有 被主耶稣道理改变 你神知识都没有被 导致对 我没有被世民从来改变 你没有被世民从来改变 那你是什么主耶稣 那是什么主耶稣呢 你的血型决定你的意思 你的血型决定你的意思 你的心作决定你的意思 你的身体决定你的意思 那对吗 那么按不按呢 最坏的人 居住感动他能够得到救恩 他也会变得很温顺的女人 居住感动他 都能够变成很温顺的女人 所以我们要直接认识自己 所以我们要自己认识自己 我讲话不好听 你做事情不实在 你做事也不实在 你个性不好 你个性不好 你就要让你这些不好的东西 不要显露出来 你就要让这些不好的东西 你靠神的道理 你靠神的道理 要靠着圣灵的能力 你这样才能够离开不对的坏习惯 你这样才能够离开不对的话 才能够追求灵性的美好 才能够追求灵性的美好 保罗也是这样劝民教会信徒 我们来看这个提摩泰 对不起 请看菲利比书 我请看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 第3章 第3章 菲利比书的第3章 菲利比书三章 第3章 第15章 第15章 菲利比书第三章第15章 菲利比书三章第15章 第15章 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 总要传者样的心 若再什么事上传别样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我 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这些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一点不是神的儿女 要追求完全 要追求完全 一定要从这样的心 一定要存这样的心 你不能让不好的心一直停留在你的内心里面 你不能让没有信心 让那个行为一直停在我们身上 你不能让没有信心软弱的行为停留在你身上 你要确确实实地追求到完全的地步 你们不要认为我这样就好了 我们不要认为这样就好了 如果神要给你很多的恩赐 如果神要给你很多的恩赐 要给你很多的恩典 要给你很多的恩典 只有看你的心 只有看你的心 你要如何追求完全 你要如何追求完全 你若愿意 神给你的就很多 神要给你的就有很多 他不是以这世上的条件 财富来定 不是用这个世界上的财富来定 如果你有财富 有些人有很多钱 但是他缺乏他健康 但是他缺乏他健康 有些人有很多的势力 有些人有很多的势力 但是他不认识耶稣 但他不认识耶稣 这在主面前又算什么呢 所以我们想一想 所以我们今天去想 要追求完全 我们要追求完全 灵性要长进 灵性要长进 十年前不太懂道理 十年前我们没有认识 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应该要有所进步同一些道理 十年之后我们应该有些道理明白 摩西他脾气不好 摩西他脾气不好 有一天他在埃及这个地方看到 埃及人跟斯伯拉人隔着 他在埃及监督 埃及人 和希伯拉人打架 他帮助他自己的同报 去帮助自己的同报 杀掉了埃及人 杀了埃及人 没有想到他 会被追杀 所以他就逃 他就逃走了 他处理事情的个性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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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逃到这个 抗野里面 他独自一人在抗野灵修 他独自一关在抗野灵修 最可怕的灵修就是你独自一人的时候 最可怕的灵修就是你独自一人的时候 他所埃及王公 要什么有什么 他埃及王公 要什么有什么 但是当他抗野呢 当他抗野呢 他所学到的学问 他所学到的学问 所具备很多的训练能力 他所具备的很多训练能力 在抗野那里用的灵修呢 在抗野那里用灵修呢 用灵修 谁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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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一个人 所以安静独自一人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操练 是安静独自一人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操练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安静独自一人的时候 做好灵修 但如果你可以在安静独自一人的时候 做好灵修 你跟神的关系很净 你跟神的关系很近 后来有没有花岁 发了八十岁 这个神就呼召摩斯出来 神父召摩斯出来 他通过操练 神称他为世界上最支持称卑的人 神称他为世界上极其谦卑的人 一个愿意追求灵性美好的人 一个愿意追求灵性美好的人 应该要有属灵美好的修养 有属灵美好的修养 我们在外面讲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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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神要同在的耳里 这个才是神要同在的以来 这个才是神要同在的以来 如果还学不会 如果还学不会 就算你活得久也是没有用的 就算你活得很久也是没有用的 就算你活得很久也没有用 这个要用心一点 这个要用心一点 神必须可以跟这样的人同在 神会同这些人同在 神会同这些人同在 因为他也能够继续不断走在 对永生得救的道路上面 后来我们看到神差派摩西担负大任 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这个是最大的神的工作 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最大的神的工作 如果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 神在作备百姓的时候 神在宅备百姓的时候 他会提醒一件事 他都会提醒一件事 他们忘记我拯救你们出埃及吗 他们忘记我拯救你们出埃及吗 他们为什么你们对我这样呢 那为什么你们对我这样呢 所以同样的 所以同样的 对我们今天来说 对我们今天来说 不管你是小时候受洗信主 无论你是小时候受洗信主 还是长大再受洗信主 我就是长大先受洗信主 这个救恩 对我们自己个人来讲是很大的 所以你做很多事情要想 所以你做很多事情要想 但是神对你说 你为什么忘记我对你的救恩呢 如果不是神跟你说 为什么你忘记我对你的救恩呢 他追求熟灵的美好就是我们的功课 所以追求熟灵的美好是我们的功课 每一个人要做 每个人都要做 而不是表现出蛇气个性 不是表现出血气个性 那二个书第一章说不能进入神的国 那二个书第一章说不能进入神的国 我们再来看 成为要承受永生的第三点 我们再来看看 如何承受永生的第三点 请看马太平十九章 看回来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 你还要来跟从我 你还要来跟从我 这里谈到要进入永生 你还要讲到要进入永生 第三点要立志跟从主 第三点就是要立志跟从主 其实在你的信仰过程里面 其实在你的信仰过程里面 要去想一想 要去想想 我到底跟主的关系到达什么地步 在我和神的关系到达到什么地步 有的人是活在忍乐中 有的人是活在软弱里面 所以他常常要悔改 所以经常要悔改 如果你能够把握出每一件事的悔改 你能够把握每一次 每一件事的悔改 你悔改这件事 你悔改的一件事 就告诉自己不要再犯 慢慢的很多事情 就不会在你身上发生 慢慢的很多事情 就不会在你身上发生 这个时候你的祷告是有力量的 这个时候你的祷告是有力量的 你的聚会做圣工也是有力量的 你的聚会做圣工也是有力量的 一个人有亏精神 一个人有亏验神 很怕聚会 甚至很怕祷告 甚至很怕祷告 我想到主义说 哇我错了 那我接受我错了 没有力量的 没有力量 尤其圣工没有 但是这样 尤其圣工人员更加是这样 要特别留意 要特别的留意 如果不是的话 哪个会利用你 如果不是的话 哪个会利用你 有亏验 有亏验 有弱 有圆弱 你不改 你硬撑默子 你硬硬要面 真的很麻烦 这个是很麻烦 你必须改正 一定要改正 那我们如果 在神的道理上学习 哎 觉得对得自主 有定在神的道理上 你会习过一对一主神 那你终不会 继续有在回教的阶段 你就不会不断的停留在 复古的阶段 这个时候你有力量了 这个时候你就有力量了 你要进一步到什么地方 你真正对 立志为主做什么 你要立志为主做什么 就是立志跟从主 你就要立志跟从主 所以这个两个阶段的学习是不一样的 是两个家庭的学习很一样的 所以你不好好赶快 毁改归圣神 所以你广法的复古 你要怎么进一步到立志跟从主 服侍主呢 你怎么去到立志跟从主 服侍主呢 我们看到少年的财主 我们看到司令的财主 他没有办法做完全的 他没有办法做完全的 他没有办法做安心的生活 他没有办法做安心的生活 立志跟从主就很困难 所以立志跟从主就很麻烦 我们看到神在海边呼召几个门徒 他说你们所有人跟从我吧 你们写起网来跟从我吧 我们看到那几个毕德亚的 约翰安德雷就跟从主 我们看到毕德亚的安德烈约就跟从主 这个王是他们本人的公主 公王是他们俗语的人的公主 全家要靠他们来生活 全家都靠我们的生活 但是他们立志跟从主 但我们立志跟从主 有一次主义主书断西交令 这个毕德他不敢给主义主义 就是毕德不敢给主义主义 你是老师 我是学生 你是主人 我是主人 我是仆仁 怎么主人老是可以使仆仁学生的脚呢 这不是什么 这个不行的 你用课词 但是主书说 但主书说如果不是你的脚 如果不是你的脚 你就跟我无份 你就跟我无份 这个份在有用那个字 这个份在原文歌词 是跟启示录22章的测诀 你的份那个字是一样的 这个份是在高阳生命车上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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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使走你能得知的意义 所写的那有得救的意义 无论这个毕德的份 所以后来彼得的反应 他就算了 这样的话我的头 我的手 我的就有多一件事的 他们就说我的头 我的手 我的脚都要给你洗 跟从主 舍去了这个鱼王 就算了要得救 就是为了要得救 如果不能跟主有份 如果不能跟主有份 这是很重大的问题 所以他说我要给你洗 所以他说我要给你洗 所以我们要有立志跟从主的信 所以我们要立志跟从主的心 那有人有定定这样的一个原则 有些人有定定这样的一个原则 叫做六部原则 叫六部原则 六部有六个事不能做 那六件事是不可以做 第一个 第一个 不贪色 不贪色 因为贪色会破坏跟从主之间的灵力 因为贪色会和破坏从神之间的灵命 不贪财 不贪财 贪财 贪财过分和贪财 和贪财 以弗所说对于弄我强 不可以藏一段 不可以全异端 圣经神的话 尊心的藏着 圣经神的话 与中心的主要讲 不了解就不要学到我讲 不明白的就没理解 神的道理是不理解的 神的道理都不需要猜 确实的 学习祷告求主帮助 学习 都高靠神帮助 所以多多读经 所以多多读圣经 第四个 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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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犯罪也有立志 不犯罪也有立志 你如果不立志 不犯罪的心 不犯罪 不犯罪 尤其是感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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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神的旨意是 价值主要联欢 圣经神的道理是 价值主要联欢 你不在感情上面 就 离开神的道理 你不会在感情上面联欢 神的道理 如果你立志不犯罪 就算对方条件再好 也不要影响我得罪的事情 就算对方的条件更加好 也不会影响我得罪的问题 那这个又有立志 这个与有立志 耶稣他就是有立志不犯罪的心 耶稣他就有立志不犯罪的心 所以他每一次都做对的事 所以他每一次都做对的事 我们常常做选择做对的事 我们经常选择做对的事 我们就所见面 我们就守戒 我们灵性就美好 我们灵性就美好 而且你跟从主做到哪里也不怕困难 而且你跟从主去到哪里也不困难 神一定与你同在 凡事顺利 凡事顺利 这个不犯罪的心智也要立 这个不犯罪的心智也要立 没碰到事情 你就可以碰到 我见到事情 你就会懂得做 他不会迷迷糊糊的不接着走 你不会迷迷糊糊的被牵着走 再来 不妥协 不妥协 我们的信仰 不要随随便便 对外面的世界 任何的情势的影响 在教会里面是要跟从主陀信 不是用人情的方式来妥协 更不能用买卖的方式来妥协信仰 或者是交换条件 这个原则要坚持 要远在 站在神的真理里面 是铁神的真理里面 不是用人的方式妥协来去办事 你们用人的方式妥协来去办事 这种做法 绝对站立不住在神的面前 这种做法在神的面前 他讲 是要接受审判 这样还要接受神奉言 再来 不重计 再来还不重计 现在有些信徒 你看这个信徒 做错了一些事 还会跑来找传道问 从哈里董寻人问 或者找教会的掌制负责人问 这玩家为掌制负责人问 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用 你觉得这件事是怎样呢 如果你回答得不好 不照圣经来 你回答得不好 不完之声 结果是 他心里想的那个答案 他也会跟人家这样说 你都会同样 没有人这样讲 所以我这样做 慢慢这样说 自己做错 还要叫人家 有你做电臂 来做理由 自己做错事 还要将人家的书牌 做囤牌 做一个理由 所以他也要留意 我常常要读经 所以经常要读圣经 最好自己要有圣经 读得越烂越好 在上面做每批字 在上面做笔记 你没有读圣经 会所谓骗人 你没有读的话 你圣经会属于骗人的 我发现很多 这个很用心的人 圣经都读一百遍以上 道理越清楚 道理越清楚 你跟随主的教导 越清楚 你跟随主的脚步越清楚 神在你身上的见证工作 越清楚 神在你身上的见证工作 都越清楚 你有没有读神的话 你有没有读神的话 你有没有用心 神知道 有用心神是知道的 我们要真的确确实实地 立志跟随主 我们要确确实实地立志跟随主 第四点 第四点 我们再来看马太平十九章 再看回来马太平十九章 十九章 十九章 二十二节 第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少年人听了这个话 悠悠悠悠悠离离开了 少年人听了这个说话 然后我们再来看二十三节 主耶稣这里说 主耶稣这里说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再来看二十六节 耶稣看着他们说 主耶稣看着他们说 人这是不明的 在神凡事多明 人是这个不可能的 在神凡事多明 这就强调了一件事 我们或许愿意遵守主的诫命 或者愿意遵守神的诫命 我们愿意把自己的良性能求更美好 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的良性能求更美好 我们也愿意立志把我们的一生身心跟随主 我们都愿意立志一生美的跟随主 但是要这样做不简单 你不要以为你个人努力就做得到 你没有人家做我们的一官 人家做什么 我们的买手 就是愿意软弱 我想我们的云热 每一个人软弱的事情不一样 不管云热的事情不一样 因为都是在家庭 我们在工作上 我们在感情上 我们在人际关系 我们在人际关系 很多事情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软弱 很多事情都容易造成我们的软弱 但是这里讲 但是这里说 要承受勇生不容易 要承受永生不容易 在手还是多勇 还是凡事的 第四点要讲的就是 所以第四点要讲的 就是要辞定永生 你要认定这位主这条得救的道路 你要认定这个主这个道路 你要一生告诉你自己 我要坚持抓住这位主 也许基督在他里面活着 我只要你要坚持抓住这位主 所以基督在他里面活着 保罗就是很会立定这个永生的目标 就是 保罗就是很会立定这个永生的目标 他深深地告诉他自己 我深深地告诉他自己 我顺时信主了 我活着是主的人 我活着是神的人 使人也是主耶稣的人 所以他无论做什么 都是为主的缘故 所以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的缘故 我觉得这个信仰观也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信仰的观念很重要 你尊重神 你想要得救 你想要得救 你就告诉你自己 你就告诉你自己 我活着是主的人 你活着是主的人 就算死也是为主死 但是死也是为主而死 我们要找这个目标去学 我们要找这个目标去学习 中国也是有这样的俗语 中国也是有这样的俗语 夫妻结婚 夫妻结婚 嫁之谁知 嫁鸡除鸡 嫁狗除狗 意思就是说你要过一个三重四个的生活 意思就是说你要过一个三重四个的生活 夫妻一起同心过河 又夫妻一起同心过河 又夫妻一起同心过河 要同常欲望 有一个老师这样讲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就站起来 有一个生气生 老师 我们人又不是鸡又不是狗 我们人不是鸡又不是狗 老师说对了 是那个意思跟精神 是那个意思跟精神 今天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在十加上 那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在十加上 那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在十加上 这个事实不能无力 这个事实无法被人 就能连到我们身上 你不是在想 你不是在想自己 你不是在想自己 我们在想自己 我问自己 你都是主耶稣的人 无论死活都会受死的人 你在家里净少的 你为家的努力 这是你的本分 你为家的努力 这是你的本分 但是反正得救你 永远都是神的人 所以你要知道 所以你要知道 你做事情要想一想 你做事情要想一想 主耶稣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道理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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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好不好 那么做好不好 自己要告诉自己 自己告诉自己 不要灭着良心 眼睛闭起来乱做事 所以承受永生 所以承受永生 从这里可以提出四点 从这里我们会提出四点 遵守神一切的诫命 遵守神一切的诫命 追求灵性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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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志跟从主 辞志跟从主 持定永生 神耶稣基督 持定永生 借受基督 一辈子跟着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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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对不起祂 祝祢就会有得救的盼望 这样就会有得救的盼望 全神祝福大家 唱诗180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